哈喽大家好,我是双双 如果你有关注GN片语的话 会知道我前几周在后院里建了一个攀岩墙 这期视频呢我就想给大家看看 我们最近在攀岩墙上做了一些后续的projects 其中包括自己做岩点,做volume什么的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现在已经买好了工具 然后查好了一个很合适的video 做了一个小的prototype 就大概会长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想做一个简单的 有两个长三角,一个短三角拼起来的volume 因为volume是立体的 所以每个三角形放在墙上都要有角度 所以呢我们要用锯子 锯成45度和22.5度的写起 我们本来以为这是一个挺简单的项目 没想到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个问题 我们在切最开始两块板的时候 没有注意斜切的角度 所以造成了45度角切反了 完全贴合不在一起 解决的办法呢就是顺着边边再切一个反向的45度角 改完之后拼在一起 果然看上去就正确多了 接下来我们去锯了短边的小三角形 就这样一个很可爱的volume就出锯出行了 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三个木板互相连接起来 首先要先涂一层木胶 然后就是在每个边上盯上几个螺丝钉 然后我们用了一些补墙的东西把洞填上 还有就是把不平的地方都抹平整 接下来呢因为volume就相当于一个新的墙面 所以我们也要一样对待 在volume上打上标准大小的口 以后就可以在上面装上眼点 我喜欢 我们想要不做什么 我们想要不做什么 那是只有一个问题 我们想要不做什么 第二步摔油漆 最后一步放地铭子 是不是很简单 第二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像Dave所说 我们需要把这个volume磨平 这样呢在爬的时候就没有很锋利的边边或者突出来的地方 然后是给volume选一个好看的颜色 这一步对我来说格外重要 我们去了一趟Home Depot 颜色选择很多 我最终决定选一个明黄色 它和我们墙的亮绿色非常搭配 为了盖住之前的绿漆 我们在volume上一共刷了四边齐 再刷到最后一边的时候 我们还混合进了同样也是在Home Depot买的一种细纱 这样混合进去以后呢 在volume表面就会有一些texture 这样就方便爬的时候可以用脚在上面smear 最后刷完之后呢 如果你走近了仔细看 就真的会有这种颗粒状的效果 等油漆干了之后 下面一步和装墙面一样 就是要在volume的内部打入很多teanets 然后万事俱备 现在就是把volume装在墙上 在墙上我们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因为这个时候墙差不多已经满了 很多点也已经被定好了线 这个就是volume建好以后的样子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做盐点的过程 我们建完墙之后还剩了很多这种2x4英寸的木条 所以我们就决定废物利用 尝试一下用它做盐点 我们先是把木条锯成大概想要的长度 然后用同样的angle grinder在上面进行打磨 做出想要的盐点形状 这个过程中会产生非常多的木屑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室外完成 这样呢我就做好了我的第一个盐点 我觉得其实摸上去手感还不错 是一个小小的sloper 最后喷上一层户外专用的木质stain 这个时候悲剧发生了 因为这个木头是一块废料 上面有很多洞 我就用补墙的东西把它填平了 因为太丑 我又只好用黑色的记号笔在上面画画 但还是没有能够挽救它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就把它扔掉开始做下一个吧 下一个呢就比较轻车熟路 我决定做一个有意思一点的 所以就做成了科基屁股的形状 为了保证屁股的圆润 我这里还用到了另外一个工具 一个sander来进行进一步的打磨 上墙以后的手感还不错 感觉从类型来说呢 算是一个很滑的pinch 接下来我一鼓作气又做了五个眼点 先是做了一个小小的pinch 一个月牙形状的ledge 一个圆滚滚非常难抓的pinch 还有一个side pull 然后还有一个抓起来很舒服的小jug 说一下打孔的操作 首先呢就是要用一个半径比较大的钻头 打出来一个可以放进washer的大的孔 但是不要完全打穿 然后再用稍小直径的钻头完全打穿 这样呢boss就可以直接穿入 并且不会掉出来 最后呢是一些我们最近在这个墙上做的其他的小projects 从墙上摔下来的时候可能会撞到木头柱子 所以我们在amazon上买了这种可以贴上的保护垫 相当于提供了一些缓冲 我们还在墙后装了一个非常大的防水遮布 然后在墙的侧面装了一个穿垢的指力板 还有一个减重的装置 关于指力板的安装选购和使用 我们之前有一期视频专门讲过 然后Dave还用另外一块飞幕条做了一个很长的眼点 我们决定放在这里作为多功能训练版用 除此之外呢200个眼点已经就位 差不多已经把整面墙填满了 以上这些呢就是我们最近对墙的更新 别忘了订阅双双的频道点赞